传载400家号作者,体育爱妃女排教练郎平坎坷的情感,八年婚姻失败,55岁勇敢去爱门体育爱妃郎平这个名字在亚运会之后,深深的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,中国女排时隔八年又重新夺回冠军,郎平担任女排教练员,多年以前郎平也是一名中国女排教练, 女排的队员,并且也非常优秀,夺得过世界冠军,退役之后,郎平担任了中国女排教练员,每一年都在为着冠军的目标努力着,40年前,郎平首次参加亚运会,40年后,他带领自己的队员们夺得亚运会冠军,真的激动人心,如今的郎平,无疑是世界排弹最成功的的教练员之一,作为球员是夺得过世界冠军, 冠军,作为教练员带领自己的队伍,也获得了世界冠军,无论走到哪里,郎平的生活都与中国女排分不开,她对女排的感情,胜似亲情,郎平的事业取得了成功,那让我们来看看她的感情生活,郎平有三段感情,第一段感情是在院运动时期, 郎平与八亿男爬的队员白白一见钟情,两人感情很好,双方退役后在北京举行了婚礼,在美国留学期间,生下了女儿白浪,可惜,和母的爱情生活,却因后来的环境变化,导致两人和平离婚, 虽说离婚,可感情还是在等,离婚后的两人一直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,第二段感情是一段异国恋情,在美国生活的时候结识了一位热爱体育的政治经济学教授,两人非常投缘,可因为接,守中国女排的原因,郎平将这段感情脱了下来,本打算在96年奥运婚后就回到美国, 可在女排刚刚从低谷中恢复过来之后,她写希望郎平能够再待两年到市井赛结束,郎平心软了,放弃了爱情,选择了女排,最后一段爱情,郎平终于接下来了,15年世界杯之后的年末,郎平公布了自己的恋情,对象是教授王玉成,两人都希望能够找个人陪伴自己,这段爱情很平淡,王教授在婚后, 经常陪伴郎平出展,郎平的感情生活,可谓是全都与中国女排有关,陪伴女排的几年里,郎平遇见爱情又失去爱情,最后终于获得了爱情,郎平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,她也需要自己的感情生活,可她却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中国女排,与其说郎平嫁给了爱情,不如说她嫁给了排球,她一路上都与女排为伴, 她一路都在为女排奋斗,是真正的嫁给了女排,无论是世界冠军还是女排教练的身份,郎平和一生,都是值得人去回味和学习的。